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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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安 節目 先說一些奧運信息 何師培我們的榮首 香港榮首 進入了200米自由榮的決賽 好像在今晚會 有這個決賽 希望香港可以繼續增加獎牌 說回我們的轉會情況 現在第三籤 都是堅持堅持堅持 之前一直以為 迪列治或烏加達會是我們的第三籤 但現在看來的勢 分分鐘 右閘情況更快 另外兩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巴黎仍然未完成 Jal Navas 即是他一天未簽到一個房中回來 一天未需要賣 Yugata去套演 所以 價錢未談到 所以暫時未有消息 迪列治稍後會說 不過先說了 這個右閘的Marshuayi 根據Football Mercato的說法 跟Fabricio Romano說的大致上一樣 不過 他就說有一個進展 進展就是什麼呢 就是曼聯和拜仁 已經談好 Marshuayi 即是中間的轉會費 之前說Marshuayi個人條款 跟曼聯都大致上OK 現在還要等什麼呢 就是等 左手邊這位兄弟 魂比薩卡 即是我講畫面的左手邊 他是踢右閘的 大家都知道 雖然他也嚇過左閘 Sky Sports就這樣說 他說 韋斯研和曼聯 都談得七八八 其實 大約 15萬磅 Marshuayi聽聞 2000萬 所以價錢都差不多 但是現在就要看看 魂比薩卡 是否願意去 因為個人條款還未談 應該去到這一步 換句話來說 這個等待遊戲 可能差不多 如果魂比薩卡 只要肯去韋斯咸的話 這兩單刀役 應該可以同步進行 但是又要回到我原本的問題 究竟 Marshuayi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又是那句 跟上次的說法一樣 又是拜仁 又是看一舊步 究竟是否真的適合我們呢 真的要打過才知道 但魂比薩卡的確 在防守方面 尤其是一對一防守方面 落腳那些都是非常出色的 老實說 他如果要離開萬元的話 多多少少有些可惜 但是 經常就說 他不適合阿坦達基鐵法 這個也是無奈 有些 好了 敵列治那裡就更加 有點QK了 為什麼呢 拜仁剛剛簽了這個新的中堅 Hiroki Ito 就剛剛在幼兒賽那裡 就斷了腳 拜仁的高層就說 這個director Max Elbo 就說 他都會 要休息一段時間 所以 原本就說 他們想簽 利文股訊的Jonathan Tay 但現在未簽到 第一 第二 又少了個中堅 那怎樣呢 會不會留回迪列治 還是再簽多個新的中堅呢 這個就是 QK的地方 所以 現在這一刻 無論是烏加達 或者是迪列治 都是卡住了 反而 這個Marshuayi 這個右閘 就可能有機會 比較快 可能爆冷成為 我們的第三籤 都未頂 另外有一些 我們的資訊 賀龍和 約羅相成 暫時都未有最新資訊 但是 蓮勒洛夫剛剛那場 沒有踢 很多傳聞說 是賣他 所以不讓他踢 但是 根據官網的說法 官網說法 你信不信由理 其實他的健身 還未做得好 因為有少少的受傷 搞定了健身 才有機會上陣 他就說 未來的場 蘇斯達應該可以 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預備 賣酒 不讓他踢 黃蘇那場就知道 黃蘇那場 如果繼續沒得踢 那就真的有機會 但如果有得踢 即是說 可能都是健身的問題 但這個也引伸成一個 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的事情 我們那個 即是有些球員 例如蓮勒洛夫 他健身不夠 就不讓他踢 但是上場球 有得踢那些 即是說他健身夠 但是健身夠 又這麼容易受傷 即是說約羅和賀龍 究竟是為什麼呢 即是真的 大家的協調做得不好 球員本身不幸 還是怎樣 這個真的很奇怪 不過 還是那句 講到現在都是這樣說的 接下來這一季 真的期望 或者很希望祈求 可以叫做 萬聯保這麼多受傷 真是 真是很糟糕 即是傷到這樣 經常都 好 另外最後講到這位 年輕球員 就是康尼亞 當然現在有一些機會 大家可能都會想 會不會他跟文奴一樣 這個以前再給他機會 接著就 接下來可能有機會用多些 當然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都是那句 暫時最吵架的一件事 就是他跟文奴撞位 因為現在二身賽踢了 他都是踢文奴的位 那文奴回來了 沒有傷沒有病 他又不能踢了 我希望他同一時間 就學了 即是踢比較深入 因為他 我感覺到 看了幾場 其實他偏向防守性 多些 他可能會做到 因為他都算是淡定的 以他的年紀來說 我們聽聽他的訪問 觀望的訪問 看看大家有沒有同樣的感覺 當然我們看他的比賽比較重要 但有時候也聽聽他講什麼 對不對 那麼 康尼亞就說 非常非常珍貴的經驗 可以上一隊 每個人在清訓的系統 都是想上一隊踢球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有這樣的經驗 還要在一個這麼大這麼漂亮的場地 那裡踢 其實真的非常之開心 還有不要忘記 我們的對手是阿仙奴 絕對一場頂級的比賽 我亦都希望一步一步來 希望在今季來說 多了更多的機會 可以告訴大家 我做到什麼 然後他也提及 他是拍著這個卡斯美魯的 賣過場球 他就說 這個是非常非常珍貴的經驗 可以跟卡斯美魯一起在中場那裡踢 因為他在這個位置上 肯定是世界最好的其中一個 也都可以在比賽上 一路在他身上學習 也可以在訓練時候 看見他怎麼做 他是可以站在我旁邊 我們一起去拼搏 也很多時候他會跟我說話 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幫我忙 當然有其他球員也是這樣做 卡斯美魯真的是一個真正的領袖 他就說回一場比賽 我們就輸了2比1 他就說這場也很困難的比賽 但是作為一隊團隊 卡尼也覺得我們踢得不錯 我們有些事情做得不錯 當然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改善 但是我想我們的態度是非常正確 我們也盡了我們的能力去做到最好 盡了我的能力去聽領隊的指示怎麼做 我們就跟著做 那被問及他個人的表現是怎樣呢 他就說覺得我是一個OK的比賽 始終太多太多事情 我需要改善 但是有一場這麼大的球 給我踢 這絕對是一個很大的經驗 我在以後的比賽都會用到這些經驗 甚至乎不要說他的比賽 就除了跟著的訓練 明天的訓練 這件事對於他來說都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的清訓系統 不停都有球員上來 今年暫時看到 有機會的就是他 Koria和Witney的前鋒球員 究竟他們兩個有沒有機會多上一隊 甚至乎慢慢慢慢融入 好像去年的文奴和加拿祖 那就真的要看機會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提升程度有多大 因為我都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U隊或者甚至乎外置了出去之後 回到萬聯 即是踢英超 還有萬聯的正選 甚至乎甚至後備入體都好 都是距離的距離很大 所以他們一定要一個很短時間 有很大的進步 才有這個可能性 我暫時來看 正如我之前所說 Koria不是沒有機會的 但是他一定要 除了踢到文奴那個位 即是8號位之外 也要學到踢到6號位 機會大一點 因為卡斯米路肯定不可能踢完整季 就是安拉筆現在還沒搞定 烏加達也不知道怎樣 在這個小小可能是一開季的真空時間 如果Koria有把握這些機會 表現到水平 做到應該做的事情的話 可能萬聯又可以省分筆 不用簽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多個年輕球員用 這東西很重要 另外Witley的前鋒也有一點類似 因為賀龍雖然現在傳說沒什麼 但是你不知道 舒克斯也是可逆可證的 好像他的打翼都可以 那會不會有時需要翼鋒幫手的話 Witley有沒有機會 上一隊試一下呢 暫時來說 機會性是小的 Koria的機會比Witley大 但是到時候 有時候的事情你猜不到 但是還是那句話 講到最後 希望萬聯 那些球員 每個人都健健康 不要再受傷 不要再生病 肯定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成績一定會比去年 這次來到 多謝各位觀眾收看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